芒果台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获得了极大的热度 宝藏哥哥们被许多观众喜爱 作为一个竞技类节目 17个出道位是32位哥哥要竞争奔赴的目标 目前赛程已经过半 哥哥们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也随着公演的表现而不断变化 淘汰的哥哥的名单也在不断刷新中 有三位哥哥离开让广大网友直呼一难评 而实力唱将林志炫被质疑不适合这个舞台也挺无奈的 第一位陈辉被淘汰两次 根据网友的爆料 武功表演时淘汰了陈辉、Ricky和梁汉文 陈辉继二公淘汰武功复活反场后又再次被淘汰 实在是太过可惜了 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自荐淘汰制度虽然一直为人诟病 但从该环节更能让观众看清楚哥哥们的真实性情 陈辉作为队长永担责任 第一个自愿离开舞台 还说作为队长没做什么 自己离开就可以有一位兄弟不用离开了 陈辉走得潇洒走得坦荡 更是让许多网友大呼一难评 陈辉作为摇滚乐队面孔乐队的主唱 实力自然是没得说的 一首七美帝融合了全场最佳舞台 更是让无数网友看到了陈辉潜藏的实力 陈辉有实力 但是缺少一个让大众了解他的机会 虽然在舞台七美帝中表现出色 但个人喜爱度排名仅为第29 而同组的严成旭却凭借超高的人气拿到了第二名 陈辉实力唱将 却因个人喜爱度观众投票票数较低排名较后 遗憾二度被淘汰要离开自己最喜欢的舞台 陈辉不是没有实力 只是输在了人气较低上 第二位梁汉文光芒被遮盖 大湾区的哥哥们几乎算得上是承包了哥哥的笑点热点 也有不少观众因为大湾区的哥哥来追了哥哥 大湾区的哥哥识货 梁汉文作为大湾区五人组中的一员 虽然有实力 可大众的目光似乎还是更多的放在了 同为大湾区哥哥的陈小春张志玲的身上 无论是二宫还是三宫的个人喜爱度排名 梁汉文在大湾区的哥哥五人组里排名都是比较靠后的 梁汉文作为专业歌手 歌唱实力自然是很不错的 可叫陈小春张志玲而言 路人员就少很多 甚至不少观众都是看了节目之后才认识的梁汉文 网传五宫分组拆散了大湾区的哥哥们 梁汉文的个人喜爱排名或许会下降 这也可能是他被淘汰的原因之一 观众的投票也是依据哥哥们的现场表现而定的 从梁汉文前几次公演不难看出 梁汉文舞台完成度高 但是给观众的惊喜感较少 这也可能是他被淘汰的第二个原因 梁汉文实力在线可奈何观众原浅惊喜感较少 个人喜爱度排名也偏低 武功淘汰了梁汉文 这或让大湾区哥哥五人组合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 也让许多网友大呼一难评 第三位林志炫前期争议较大 实力反转口碑 林志炫作为歌手也参加过歌手 歌唱实力在线 可林志炫参加了哥哥后 一时间因自己的某些做法 而让口碑实现了两极反转 无数的争议扑面而来 林志炫和李云迪 刘佳理想因舞台分工而产生争议 他和赵温卓因为空调的事还闹了一些不愉快 当然可能只是误会而已 对于林志炫的做法 广大网友也是褒贬不一 但统一都认为林志炫 不适合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 林志炫其实是个十分尊重 并且热爱舞台的歌手 他的一切想法都是为了呈现出最好的舞台 在四宫中 林志炫就突破自我 开始尝试跳舞 在和热狗一起合作表演的歌曲 曾经我也想一了百了钟手舞足蹈 跳了舞 热狗还说这是他见过林志炫最摇滚的舞台了 林志炫作为一个资深的歌手 在歌坛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但是却因为参加这档综艺而备受争议 排名一直很靠前 但也有许多观众认为他不学跳舞 根本不是在披荆斩棘 而只是保持自己的风格 他的风评受到影响实在太无奈了 第四位 瑞奇被淘汰之意难评 瑞奇一直都很努力 可是却一直不曾被观众所看见 他在武功中将被淘汰 遗憾离开舞台 在节目中瑞奇一如既往的低调 转新高音乐 似乎只有提到他最爱的吉他 他才会一直说话 但这样过于低调宛若小透明般的瑞奇 在自己最喜欢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三公表演时 瑞奇身着红色工装服 随着动感的音乐节奏而摇摆 这一刻的瑞奇是属于舞台 并且在享受舞台的 瑞奇也因为出色的舞台表现力 而被网友称为马里奥本奥 可惜的是 瑞奇似乎才刚被发现 就无奈将要离开舞台 更是让无数网友大呼一难评 陈辉 梁汉文 瑞奇三位哥哥有实力 却无奈人气较低 个人喜爱度排名靠后 将要离开舞台 林志炫有人气也有实力 可无奈做法不被理解 前期争议巨大 更被指不适合舞台 你认为谁还是披荆斩棘的哥哥中的一男瓶呢 他人气达到一男生的女生 你都会不动 有关为任何阻力 过得每个人都忙于 记忽